如果说有一个小花园光照不好的地方 还缺点植物来点缀 就是我手里面拿的这种比较合适了 这个叫玉栈 去年很多的花友从我们家买了玉栈 不知道羊怎么样了 有的是不知道怎么说 有的是直接晒了就叶子不行了 您要了解不论是什么品种的玉栈 它不喜欢强光的一个暴晒 还有一个有的话说 老花姨我的玉栈怎么还没有发芽 它有的是发芽枣 有的是发芽枣 这个全部是去年冬天就在这个通道里面 这是一个通道 我们这里面是没有加温的 也是零下十几度 现在有的品种它就会长得比较慢 有的品种会长得比较快 不知道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再一个不喜欢强光暴晒 如果强光暴晒的话 叶子会卷曲 再一个给大家看看这边的先 这边都是了 这种就比较漂亮了吧 有的话说这么漂亮吗 不光是这么漂亮 还会开花呢这个东西 去年的时候呢我们家还很少 今年呢就繁殖的相对来说比较多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都是一家轮的了 有的话说怎么那么小 您别急这玩意长得很快 它会长得很大的 它有各种颜色的 我都忘了有什么品种了 我们生产经理都在那 好了 来到这边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基本上呢都是有一个良好的折阳 不要强光暴晒啊 尤其是夏天 这个有的话说可以地栽 也可以盆栽嘛 当然是可以盆栽的 像客厅啊卧室啊都可以去种它 它没有什么毒性 而且呢对光照的要求不高 它是这种阴生植物 作为花茎植物来说呢 它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会开花 会开花 多年生 而且呢这个东西它是重生的 就是往铺了长 就是它从旁边长水枝 一处一处的一处一处的 哎 越长越广泛 也就是说什么呢 如果说小花园这个地方不大 一盆呢 还种的有点空 两盆种不下的那种地方呢 您就种一盆完全足够了 有上一年 它就开始爆发式的生长了 就会长得物物滔滔的 而且呢叶子长得都比较大 好了 一篇关于预战的一个事啊 有点话说 老花一我想要 想要的话你也懂得 我已经给大家整上了 我是老花一 眼花最能一 别不着急点个赞 白了